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德國總理索爾茨率領一個龐大的企業代表團 旋風式訪問中國11小時 德國、歐洲在經濟合作上可以說滿載而歸 但訪問仍然預播未了 在索爾茨在北京談合作之際 來自不同政黨背景的德國外長貝爾·伯克 在德國明斯特主持召開七國集團G7的外長會 經常與總理索爾茨立場不一致的貝爾·伯克 在會議期間宣稱G7準備將中國認定為競爭者和對手 在外長會閉幕聯合聲明中 重申台灣海峽和平和穩定的重要性 並表示他們將會繼續致力於與中國實現建設性合作 在這份聯合聲明中 七國外交部長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並且表示七國集團成員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 其中也包括一個中國政策 聲明指出 我們提醒中國必須遵守聯合國憲章中 關於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 避免威脅、脅迫、恐嚇或使用武力 七國集團外長又說 他們還將會繼續對包括新疆和西藏在內的中國侵犯人權的現象表達關切 並且繼續關注香港權利、自由和自治權是否進一步遭受侵蝕 會後的聲明和德國外長事前的強硬表態稍為降溫 不過外交界更關注的是美國如何看索爾茨的訪華行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被問及到美國是否支持這次訪問時 布林肯說 索爾茨今天星期在德國媒體《法蘭克福回報》上發表的專欄文章 包括德國在內的G7各國在中國議題上的共識日益強烈、日趨明確 布林肯貌似支持索爾茨訪華 但另一邊商有美國官員就放風給美國媒體說 索爾茨的訪問為北京提供了突破口 中方的議程就是要通過貿易問題來分裂華盛頓和歐洲盟友 明顯地訪問成果初現美方有點坐立不安 《華爾街日報》報導說 經濟合作是這次索爾茨訪問的主要焦點 短短11小時的旋風式訪問 索爾茨占下了商業協議並宣布新的合作領域 重申了中德曾經的密切關係 這次訪問期間中國航財和空中巴士 在北京簽署了140架空中巴士飛機的批量採購協議 其中包括132架A320系列飛機、8架A350飛機 總價值大約170億美元 德國正是空中巴士客機的重要產地之一 報導引述索爾茨在北京的時候也感嘆 我今天來到北京是一件好事也一件正確的事 但報導同時也提到 作為疫情之後首位訪華的歐盟國家領導人 索爾茨只面臨很多政治壓力 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美國力圖聯歐制華 尤其是在俄烏衝突爆發之後 更將中國和俄羅斯捆綁打包、炒作陣營對抗 以此影響德國以至歐洲內部減少對華依賴 和中國脫歐的論調甚囂塵上 報導引述有美國官員說 這次訪問在華盛頓引起了關注 他們認為在俄羅斯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之後 中俄之間的友好關係 原本有助於華盛頓 令到歐洲盟友更加參與對抗中國 但是索爾茨的中國之行就為北京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一名美國官員甚至宣稱 中方的議程就是通過貿易問題 來分裂華盛頓和歐洲盟友 被問及到美國對索爾茨訪經的態度時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阿比回應說 美國理解索爾茨決定背後的邏輯 不過有美國官員就向《華爾街日報》指出 拜登政府曾經敦促索爾茨 就一些爭議性的問題向中方發出強烈的信息 美國資訊公司榮鼎集團朱柏林總編輯 諾亞柏金自認為通過呼籲加深經濟合作 索爾茨實際上公然無視美國和他們的盟友 要求對北京採取更加懷疑態度的呼籲 報導也提到 儘管一些德國企業正通過制定進軍東南亞的 多元化計劃來對沖風險 但中國仍然是很多德國公司最大的增長市場 中國德國商會華北及東北地區執行董事 顏斯在接受訪問時就說 這就是為何投資不斷地湧入中國 布林肯在會後說美方強烈同意索爾茨讚聞 講述有關此行中國行的目標 華爾街日報的解讀就是 美方高級官員對於德國加強和中國的經濟交往一事表示謹慎 報導說對於一些觀察人士而言 索爾茨這次訪華是一個跡象 表明這位總理願意推行中方所支持的獨立自主外交政策 甚至是不顧西方盟友和他自己內閣成員的反對 德國默卡托中國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 岑格萊因就直言 對中國來說德國還未執行的對華戰略調整 目前只是空話的 看完《華爾街日報》的報導可以歸納幾點 第一美國真的很不願意見索爾茨此行北京 德國巴塞爾大學的政治學者 中國問題專家韋伯就對德國之聲說 中國宣傳機關正是將索爾茨的這次訪問 包裝成反美之行 華盛頓將會不太高興 第二在沒辦法改變索爾茨訪華的決定之後 拜登政府曾經敦促索爾茨 就一些爭議問題向中方發出強烈的信息 而很明顯索爾茨在北京的言行 未達到美國預設的角色 第三美國官員的不滿 甚至可以形容為挑撥來表示 中方要用通過貿易問題來離間德美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已經幾乎無差別地 事事對抗 一些並非親華的美國學者都感到擔憂 彭博社11月4日發表文章指出 現在華盛頓幾乎每個人都想成為對華鷹派 對於一些對此持懷疑態度的著名學者來說 華盛頓成為了一座孤獨的城市 文章認為兩國政府的強硬言論 正在淹沒一些美國頂尖中國問題專家的擔憂 他們不是對北京的做法持甲派的態度 而是面對華盛頓將北京作為威脅進行日益激進的分析 甚至順口癡黃地談論中國大陸武力攻台的可能性 他們對這些背後的邏輯持懷疑態度 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亞洲項目主任 郭萊怡就說 當我們如此草率的時候 不僅對我們與中國的關係產生負面影響 還對我們與全世界各地的盟友和夥伴的關係產生影響 而且到頭來可能還會挑起我們尋求阻止的戰爭 與支持美國對華益益強硬的人不同 這些專家並不認為中國正準備用武力奪取台灣 他們說多年來北京對台灣的主張和對統一的承諾始終原因 儘管這些人贊成拜登在一些方面對中國的態度 但他們擔心這兩個超級大國陷入相互指責和懲罰行動的循環 這或將會加快危機或衝突的到來的 美國國防大學中國軍事事務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吳志遠就認為 一些美軍的高層人員公開猜測 中國可能將會在2027年或更早的時間奪取台灣 這是對於中國在2027年建軍百年將會實現軍事現代化的內部目標 或將戰略家對於美軍需要盡快為此做好準備的擔憂 他認為大家都癡迷於2027年這個時間 就好像這是某種政治時間表 而他就認為這是錯誤的描述 這是與被戰有關 而不是決定了會在2027年做這件事 文章又認為拜登已經在多個場合削弱美國 長期在台灣問題上保持戰略模糊 他還背離了美國勸了台灣 與中國大陸正式分離的政策 美國國會還引導美中緊張關係升級 包括推出台灣政策法案 以及佩洛西8月訪台 在北京看來 美國正通過這類舉措改變現狀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也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每天用10分鐘告訴大家中國發生什麼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對看 現在很多媒體比較少說中國的新聞和分析 而且多數都是說負面的 少有說正面消息 叫年輕人每天抽10分鐘 看石樓台新節目10分鐘看中國 就會知道國家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更深入了解國家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以及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多謝大家支持 問了解 請看 點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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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掌心